前两天刚聊过一期切尔西说他最近的一系列操作让这个俱乐部好不容易在最近二十多年建立的一种文化一种底蕴正在流失 那么今天的罗马诺就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开始Here we go了 盲特正式转会曼联 这个东西呢有球迷可能说是盲特自己要走的 但是我们细看一下就是切尔西的这些老将 就是包括像你是盲特虽然说他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四岁 但是他也算是老将了 因为盲特作为我说过作为切尔西自家的轻训 他跟球迷的这种感情和外面买来的人是不一样的 盲特六岁就在切尔西的这个轻训里面是实打实的自己家的这种孩子 所以球迷呢对盲特是相比于其他的切尔西球员要更加的喜爱多一些 好吧 所以呢类似于这种本土轻训像李斯詹姆斯啊这种出来的加拉格尔啊这么多年呢呃 呃切尔西特别是最近十年他的轻训我说过是能跟曼城并肩作为英超现在最成功的轻训最成功的俱乐部 那么这样一家俱乐部呢呃其实有豪门的这种地域了你说豪门好在哪儿不光是有钱不光是成绩好啊不光是有历史还是要自己的一种造写的功能 我没见过哪一个豪门自己什么都不产全靠从外面买就能成为豪门的就把自己买成豪门的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一个豪门你多多少少肯定要有自己产的球员说说白了啊 这种球员是要当成旗帜来培养的如果没有旗帜的话就觉得总觉得差一点什么 那么切尔西现在连自己家的这种轻训自己家最这种受欢迎的球员都要卖掉 我们看到这个切尔西他给蒙特或者说这些老将们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合同 他说说实话就是合同匹配不上球员的要求嘛然后导致球员那就拒绝许愿 一般来讲说自家的轻训没有什么重大的变故的话 他是不会说要求一定要离队的很少很少这种情况啊 如果你是你比如说是个小球会这个我非常能理解小球会培养出人他本来就是要卖的因为他需要维持生计嘛 但是像切尔西这种已经成为豪门了你已经两夺欧冠军了 这样的当家球星依然要闹着要走人俱乐部一定是要是有责任的很多东西我们可能看不到表面上看不到 我们只能通过媒体上来看但是就算切尔西我们之前说过他签了一批什么呢 自从伯利接手之后呢他绝大部分的签约都是以 有的说是彩票为主或者说是非常年轻的球员吧只能这么说 绝大部分都是21岁以下的这种而且超长合约里面呢有很多种条款 你需要激发比如说球队进了欧冠有什么样条款激发进不了欧冠的话 那又是一个工资待遇奖金啊都放在这里面包括这个英超的前四是不是 包括什么冠军的奖励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就给年轻的球员画大饼 年轻球员呢有的他不知道什么他看着切尔西这个牌子已经打响了嘛 他就签约了那有的呢他看了看他就不会来这种俱乐部啊 首先你切尔西上个赛季乱成一锅粥大家都看到了啊 这种就是脑子比较清醒的 他们就会选择像什么曼城啊阿森纳啊利物铺啊这种有清晰明确的职业规划的俱乐部 哎这种就作为优先切尔西所以首先他吸引不到最顶级的球员来加盟 那就通过高价签约这种小妖或者说刮彩票啊来来来来吸引 再一个呢是很多球员不愿意去我们看到像什么坎特啊库利巴利啊门迪啊这些功勋的老将 科瓦契奇是不是这都是要离队 芒特是下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切尔西的球员要寻求离队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像芒特这样的球员他续约的话他只能得到跟那些年轻球员同等的待遇 说实话任何一个老将他很难接受 说实话他很难去接受这样一份合同 他要给你签超长的合同 然后如果俱乐部的成绩不达标或者各种各样这个状况没有发生的话 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 这是芒特这种球员他已经说实话芒特这种球员已经属于打出名堂的球员 这样的球员你想要用长约那种五年八年的长约去低价给他绑定在这个俱乐部 很难接受 然后这个话再说回这个切尔西啊切尔西我们发现他真的是来做生意的 我们看啊切尔西处理了一些冗原吧咱们叫冗原他处理给谁呢处理给沙特 反正这个球员在我这也没有什么发展了 然后都快30了是吧30出头了这种球员我们就打算清理清理 高价出给沙特沙特反正也在收购这样的球员是不是 一部分呢出给沙特剩下的我们看 芒特六千万啊卖给了曼联曼联之前五千五百万直接拒绝 这一点都不亏啊 然后哈佛茨多少七千万卖给了阿斯纳 我看到这两笔签约我第一反应我就是说 切尔西这么会做生意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吃亏啊 一点亏不吃我总觉得这个像哈佛茨啊像芒特啊 这种其实是他合约没有多少的就剩个一年了 这样的球员他虽然是年轻但是你说球队踢成这个样子上个赛季 然后球员合同又没有多少了 还是以高价卖给其他球队 只能说呢切尔西的这个老板他是真的来做生意的 并不是说要来运营俱乐部的啊 那么说到运营呢运营比较好的比较得当的 我们看到这个曼城和纽卡斯尔啊 你要非说利物浦呢 利物浦是另外一种方式 利物浦是这种不花钱 还想要精打细算把它运营好 这一点呢跟前几年的阿森纳是有点像的 利物浦这么的吧 我一会单独再录一期利物浦 因为利物浦今天 哎作为球迷来讲是非常的煎熬的 就看别的俱乐部买买买 自己家俱乐部呢一毛不八 就非常非常难受 好吧 所以呢切尔西这个转会 我先聊到这啊 下一个视频咱们聊聊利物浦